像这个他们强调的魔法粉 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魔法粉是什么 有可能是 现在查六 我发现到台中人24小时的睡觉 因为晚上到处 烧肉现在是晚上的9点 我们今天来吃过一点的保质 极致牛肉 极致牛肉有什么呢 它有日本和牛的肩胛 然后还有日本和牛的肩胛 还有橫河牛 还有安格斯去鱼牛小白 可是它的量会比较多一点喔 因为它还会有沙拉 然后海鲜 还有米食各选一品 然后这里还有甜点音品 然后呢它刚才又用上来一些配料 那这些配料呢有 蛋片 生辣椒 年葱 还有 洋葱 其实这些调味料我觉得很棒的是说 就是在日式烧肉来讲的话 它强调的是吃原味 所以像我们的话也不太喜欢吃太多的酱烧 因为有时候酱烧会 就是肉味会不见 都会吃到酱的味道 对不对 会死咸 所以酱会刷得很死咸 对会刷得很死咸 对会刷得很死咸 像我觉得它的等级就比较像是在胡同烧肉 所以在胡同烧肉肉的等级也还不错 而吃下来都贵松松好吗 今天为了开商这一支饮店 所以我们也用了很贵松松的钱来吃这个 我刚刚讲台中人很喜欢在晚上吃很多 哇烧肉啊 而且它这里的装潢很棒 是说你看这我都是很采质型的装潢 低调车滑 然后骨骑 对骨骑风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去吃 有些肉的用味 所以待会我们就烧起来 开吃起来 我跟妳讲这个柚子气泡里 如果在我们家很简单 就是柚子酱加上气泡水 你不要把人家讲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毕端怎么回来 我先喝一下 因为我开车 所以我又不能就喝酒精类的东西 所以我蛮建议如果来这边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开车 然后它的餐具你看 在下面 餐厅纸 湿纸 它连牙线都有欸 而且牙线 放的是三汁的欸 沙瓦 嗯 是柠檬原汁沙瓦欸 很酸 它没有甜太多的甜味 谢谢 厚清 所以你觉得厚不厚 就是渐渐渐 好 好 谢谢 所以我稍微烤一下 然后就可以跟通盐一起 这个时候我要先吃一下它的泡泥菜 有时候我觉得泡菜呢 也算是烤肉的平衡 它泡菜偏甜 不是那么酸 然后比较清脆一点 它对烤肉来讲算是清爽的 好 它的牛舌 吃吃看 它是烤肉熟 拿来吃吃看牛舌 它的牛舌好Q喔 因为我以前觉得好吃的牛舌会很恶心 而且它不用沾欸 不用沾了盒醬 它加一点辣椒其实还蛮好提供 对 唯一占的是柠檬汁 这个肉吃起来好舒服喔 这个肉好Q 好Q 可以烧鲑鱼烤饭团 欸 我可不可以不要吃海鲜 可以喔 可以 在小饭团炒这样 它鲑鱼烤饭团 就是用鲑鱼的肉 夹在那个饭团里面 然后外面再刷了一层 它就这样 而且它吃起来我坦白讲 有点点那种糯米的感觉 不是白饭的感觉 它里面有啥那个香酥 然后它有点披码在里面 它上面都打了一些 蜜蜜夺粒喔 像这个 它们强调的魔法粉 有时候我在想 这个魔法粉是什么 有可能是鸡粉 是也磨细的鸡粉 然后它再放一些油 还有打一支芝麻粒 就是好吃没办法 我愿意吃 然后还有刚刚的贝鱼软香肠 对 贝鱼软香肠 然后你看 这种烧肉 牛小排等级的烧肉 就是夹一个泡菜 把它卷起来吃 吃多多开心 可以 肥肠 因为它肥肠它已经先是无过了 差不多是茶乐壁灰 对 茶乐壁灰 而且这个喔 稍微用火去烤一下 它其实它软了就可以吃了 旁边焦焦就可以吃了 而且像这个你知道 稍微切碗 不要烤菜了 好可爱啊 大不吃 好可爱 哇 这个好可爱 焦掉了 可是不过它已经是乳好的 那这是什么椰物 这什么椰 这是海盐 海盐 我们吃自己的小汁的海盐 它有加一些香料 对 在哪个海 在哪个海 我帮你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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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是什么香水 我用啦 我用是煮料的 好香喔 因为它的味道整就是很舒服的 在茶溜以香水出品 来来来 给它把它记住 给它记住 不行啦 以香水不要 我驾驶来说 我只要煮香料先生就可以了 好吗 你只要闻那个味道 它就会过来了 哇塞 我要去买这个香水 因为我觉得它很中性 中性香 而且好舒服喔 吃完烤肉还是会有那个味道好吗 我们都可以问到盐 也可以问到它的香水 而且你知道那个 竟是小帅哥 对啊 鲜肉就没有 通常和牛 你不会让客人自己烤 对不对 通常 通常我们都是和牛 A5的话 我们都是自己自己烤 怕客人烤到老费 就浪费这个肉 是不是 只要是和牛 就请桌边和 来帮你做这个工作 所以它的奥奥菲子就是 六分熟 六分熟 我们可以吃一点油嫩的 六分熟的甜蜜 六分熟的甜蜜 哇 好软喔 而且它带一点筋 可是那个筋不会让你咬豆 它是软的 然后它也是香的 欸 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调味粉跟你们上面撒的一些调味粉是一样 又被我猜中了 呵呵呵呵 真讨厌 哇 真的是 一路口味油花在嘴巴也爆出来 苦越嚼越香 它摆在香肠旁边 你知道 香肠越逊 逊多了 好均匀 然后把它再滴油耶 那有点筋筋咬起来 有没有 真的是不会咬豆 好像好甜喔 真的好甜 但不能出国之前先来这里吃 它说 吃海鲜之前要先喝 这个醋 欸 我今天觉得醋比沙拉好喝耶 可是这也太大了 超肉厌 很微烤 而且它海鲜真的很新鲜 它连中间这一块有没有 肉都不浪费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来茶肉的时候 就可以来找Chanel Blue 如果有经纪人想要挖它的话 可以先找瑞琳姐好吗 谢谢你下班了 恭喜你下班了 谢谢 谢谢 下班了 好吧 我们自己吃 这次就是我们烤的 花枝 目前我们吃到那么多家烤肉当中 我觉得这家茶肉真的很值得来 虽然它没有像乌玛甜甜的 它会有鸡汤等等之类的 但是 我觉得它的肉质脂质 真的是没话说 好吗 你们喜欢哪一家烧肉呢 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然后我们可以去吃吃看 你们所推荐的烧肉店 是不是也是 这么的美味 这么好吃 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吗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 可以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 很好奇见面咯 好 下支影片 看我们在哪里吃烧肉 Bye Bye Chanel Blue的名字叫做小鹿 重点在于我们说我们今天吃多少钱 其实我们今天有吃到一些和牛 然后也有吃到厚切的松板猪 然后我们也有吃到一整支的花枝 可是如果像这样在台北吃的话 你猜主要多少钱 最起码五千十六千 五千十六千 好棒耶 而且我们吃得很饱 第一个肉质好 然后再来它食材是新鲜的 而且解说清解 所以我觉得今天吃的是超划算 四三一二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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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